大家好,我是大池 鸡翅是整个鸡身上最为鲜嫩可口的部位之一 常用于制作各种美味的菜肴和小吃 鸡翅具有美容养颜,促进生长发育等功效 鸡翅买回来,你就像我这样做 比油炸的健康,比红烧的好吃 不用烤,不用煮,做出来外酥里嫩,焦香入味 关键做法还超级简单,保证你一学就会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这是花30元买回来的14个鸡翅 解冻后放入大碗中 加入一大勺的面粉 用手抓拌揉搓 使面粉吸附掉鸡翅表面的杂质 把所有的鸡翅都抓拌一遍后 加入漂亮水 清洗掉鸡翅表面的面粉 然后把鸡翅捞出 放入另一个大碗中 往鸡翅上撒上一勺食盐 接着加入足量的水没过鸡翅 让鸡翅在盐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 盐水可以杀死鸡翅表面一些看不见的细菌 趁这个时间准备一小块的生姜 切成薄片 放入小碗中 准备几根小葱 切成葱段 切好后和姜片放在一起 这时候我们的鸡翅也浸泡好了 可以看到水还是非常脏的 把鸡翅放在清水中多清洗几遍 直到水变清澈 把清洗干净的鸡翅 放入漏勺中沥干水分 然后把鸡翅放在案板上 接着我们拿一张厨房纸 擦拭干鸡翅表面的水分 接着在鸡翅背面打上花刀 这样可以让鸡翅更入味 而且更容易熟 花刀只需要打一面就可以 全部切好后 放入大碗中 把切好的姜片和葱段 也放入鸡翅中 再加入一勺食盐 一小勺白糖增鲜 一勺料酒去腥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少许的胡椒粉增香 用手抓拌均匀 抓拌一两分钟 让鸡翅充分地吸收料汁 抓匀后放一旁腌制20分钟 让鸡翅充分地入味 好了 时间到了 鸡翅也腌制好了 把它挑出来 放入另一个大碗中 然后往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加入一大勺面粉 戴上手套 用手抓拌均匀 把鸡蛋和面粉 抓拌成糊状 让鸡翅表面 都能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糊 这样煎出来的鸡翅 外酥里嫩 外面这层面糊 既保护了鸡翅 不容易破皮 而且使得外皮 特别的酥脆焦香 把鸡翅抓拌成视频中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平底锅 锅热后 加入能平铺满锅底的油 油温五成热时 把裹满面糊的鸡翅放进去煎 全程开小火慢慢地煎 当可以闻到香味时 说明底部已经定型了 轻轻地晃动锅 让鸡翅受热更均匀 中途一定要勤翻面 这样鸡翅受热才会更均匀 成熟度才能一致 全程一定要开小火慢慢地煎 火太大的话 表皮容易煎糊 里面却没熟 好了朋友们 视频又看到这里了 能不能借您的发财手 给我点个赞 转发出去呢 您的每个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 全程煎五分钟左右 把鸡翅煎至表面金黄 外皮焦香酥脆就可以了 煎成像视频中这样子 哇真的太香了 看着都流口水 好了 把鸡翅放入碗中 摆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最后再根据自己的喜好 撒上点烧烤料或者孜然粉 就可以开吃了 真的太香了 隔壁家的小孩都给尝哭了 鸡翅经过二十分钟的腌制 味道也特别的足 口感一点都不输肯得卖的 外焦里嫩 焦香入味 关键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强烈推荐你收藏起来试试 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 关注我 说不定哪天您就用得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